微博对阵ZQ的第二局下半场 地图是月来河公园 这边的话 是先搬佣兵 先搬前锋加先知 然后放机械 这边微博没有选 这手没有选 挺意外的 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 我拿一个佣兵 拿一个戒尸 然后你掏个红夫人 针对戒尸打这把没有赢面 但是现在这套阵容拿出来 打雕刻加 阿福雕刻加的熟人度很高 因为你拿一个戒尸 他这边真掏个红夫人 其实上来如果红夫人 没有能撞脸到戒尸 我觉得球者还是有一面的 但这套阵容的话 就蛮看阿福个人发挥了 阿福要是再对吧 像上一把那样 有那种瞬间融化的雕像 我觉得球者也不太有机会去真胜的 只能就是牵制起来 特别是看祭司昆虫的联动了 祭司昆虫的联动 这套地图可不比医院 你医院的话能联动起来很厉害 这套地图又大 你这昆虫赶路要耗费的时间很多 这给我们看了一眼大天赋 穿 找到祭司 回忆的祭司 面对雕刻家 这边可能要打一个洞 一个洞往前打 然后一个翻窗加速 往后面的板子绕 躲掉雕像 走位还是很细的 但这个上来找到祭司 祭司洞已经交完 真要牵制非常久的时间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而且这边的话 回忆是感觉就是刻意的在躲一些交互点 不想被你夹 走来看有没有昆虫 昆虫的话离的有点远 昆虫我记得刚才看到是在起点 给了一个25%的4抓 17%的3抓 下一个都能续出来 这个洞应该是可以打过河了 这个洞应该是斜向打过河 昆虫来了 昆虫来了 他不远万里赶来了 但是这边昆虫穿不了洞 拖的话 其实回忆这边拖的还是蛮好的 一个震慑 拖的是不错 如果抛开这个震慑的话 确实蛮不错的 这个震慑打完 阿福存在感还多一段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 就是穷人者这边不拿机械师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亏 就算对面阿福 有一首很厉害的红夫人 对吧 又要脱口袖 不是脱口袖 他牵制的是还可以的 对吧 我抛开这个震慑不谈 脱的是还不错的 那这把的话 我觉得穷人者保平吧 不要对吧 至少下一把的话 微博是主场 他们还有一个选途权嘛 这里也吃一刀 救下来 昆虫推 哎哎哎 傭兵这边 还被雕像多夹了一下 那这边到二阶 看一下祭司这样的话 身位反而还没有拉得特别开 洞还没有阿福这刀有点急 但是洞还没蓄出来 一推 一刀带走 可慢 可慢 傭兵这边的话 还多吃了一个雕像的伤害 守墓人开始修自己的第二台 傭兵这边要跟昆虫补状态吗 昆虫这边好像在洞 在用昆虫来 这个昆虫现在在干嘛呢 在防 有三摇吗 这样的话 傭兵被通缉到 阿福一个坟场一投着 把傭兵给秒了 那不是 哎 他坟场倒是没有投 他这边的话 那就守墓人还要再来救一波 守墓人这边还要再救一波 救一波 二阶的雕刻加 六个雕像 这来就 你 我就等你出来 出来以后对吧 一波雕像推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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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下来了 一波雕像推 没有能打到守墓人太多伤害 这波如果能打一个守墓刷倒的话 这把群者可能面临的就是一个四专 现在的话 还有可能能去通过后续的牵制来盘一个屏 但这个屏也很难很难 这个屏也很难很难 这里一台修掉 昆虫这边是防传送 大家注意到这边小镜头的昆虫 但它这个虫子先投坟场 看雕像这边封楼梯吗 能封得到吗 绕进来 昆虫这边封口 然后在这个点位架座 对 这波这个点位架座还蛮舒服的 对吧 然后一个进步翻 阿福这边往上一走 突然发现人都没了 对吧 还有个昆虫减速 这波昆虫很细 这波昆虫很细腻 但是阿福这边肯定要交传送了 外面但凡有没码机抖动 我就这边交传送 对吧 我先跟着你追着打 追追打打 敲敲打打 打着打着 然后看到没码机抖动 然后一个传送 秒掉一个人就赢了 秒掉一个人的话 应该是趋向于一个多抓 一波坟场打到了佣兵 看这边的昆虫吧 猫猫这边的昆虫 感觉有机会能开一波车 这边好像感觉有机会能开一波车 直接开车走 然后这边再 这边把昆虫打掉 然后再进那个鬼屋 直接传送 找佣兵 佣兵已经提前拉开了 这波佣兵拉开的很到位 然后猫猫这边的话 开车以后下来回鬼屋 修自己的遗产 守墓人这边的机子已经修了40%多 将近50 球者需要有个非常好的拉扯 需要非常好的拉扯 因为这边雕刻家不仅能传送 他还能投坟场 他可以干扰的很多东西 然后他慢慢慢慢的把你们全部耗残 你们机子现在其实差的有点多的 然后他等下一波传送一波都底 这里是被迫交出了一个铲子 唐哥这边知道你是传送过来的 那这边肯定是对吧 多半要对我对吧 造成一些伤害的 我这边直接交传送 在球稳 翻个板子 三台机修 球者这边修三台很正确 对吧 前锋修 不佣兵修 老板这个佣兵叫前锋 佣兵修 守墓修 昆虫一起修 慢慢的拖 还真的给他们拖出来 但现在的话 这口气还没有能够稳住 现在球人这口气 还不好说 真的还不好说 因为这守墓人差不多了 守墓人这边差不多了 快要倒了 佣兵这边的机子 可能没有那么快 应该是昆虫来 但昆虫来 他没有位移能力 这边要不佣兵去救 昆虫去补 佣兵的机 我觉得还是佣兵去救 比较好 佣兵是可以突破这边的防守的 昆虫突破不了 佣兵去 佣兵这边 因为他有护币 就是昆虫 这边昆虫也来了吗 昆虫来了 这上马车 旋转木马 雕像 博 还是躲掉了 但是这边还有雕像 这边雕像 推 躲 博 密码机 点亮 快充 救 救下来有薄命 两个人拉开 哇 这好极限 回身过来骗一下 一刀 好的 带走守木 还有传送 守木这边尽可能拉开 佣兵这边点起点的门 对于穷者来讲 这把必须要保平的 必须要保平的 拉到一个最远点 挂上以后 有传送 有坟场 这边守木人 这边挂上以后 我记得刚刚是没有过半的 那么这边 佣兵可能你要是 过半了 不好意思看错了 直接传 找佣兵 这边反向过来 点门 守木人挂飞以后 这边点门的话 昆虫其实拉了非常远的距离 他这边再要到门边 已经很晚了 而佣兵这边没有道具了 应该是一个三抓了 那可以恭喜ZQ了 阿福还是稳健 还是稳健 当时我觉得其实绕 佣兵去救会更好一点 佣兵去救 然后昆虫绕过去去补佣兵的鸡 因为佣兵的鸡差了没多少 然后佣兵是有户币可以跳过去 去那个 不过也差不多 佣兵如果户必交完了 这两个人挂飞一个守木以后 再找佣兵 佣兵也拉不走 然后有传送 好像也是一样的 后面想想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 那这边恭喜ZQ 今天ZQ真的很扎实 人也扎实 土也扎实 土也扎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